大人玩具開箱 大家好,歡迎收看這次的大人玩具開箱 這支是黑幫系列的方塊3 如果你買了這一支 然後你發現你回家打開的時候 封套膠膜已經被拆開了 那你的可能已經人家幫你檢查過了 怎麼說呢? 其實這支裡面混的不知道100支或是200支的所謂異色版或是限定版或是健學版不重要 反正呢,它是完全密封的 所以一般人呢,你拿到在沒有拆封之前完全不知道裡面是什麼 那如果你拿到的已經被廠商拆封或是檢查的 表示那個廠商可能不太老實 他把那個想去抽異色的部分已經檢查過 然後去查完之後發現這一支不是才把這一支寄給你 不然你收到完整的方塊3呢 應該是有完全膠膜包覆的 它是沒有辦法看到裡面的內容 也是沒有拆開的 那很不幸的呢,我打開之後還是沒有抽到所謂的限定版或是健學版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外盒的部分 好,那你轉一圈你可以看到 黑幫一系列的外盒其實都是這樣子的設計 那大小也都維持在這個大小的部分 那好處是你在收藏的時候比較好放 那再來這次稍微做了一個改良 什麼叫改良呢?這個面板的部分以前是盒子嘛 現在拿起來之後它可以變成背板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它可以變成風景的部分 那這個我就覺得挺有創意的喔 雖然它透明的也都是有些有附背板或是盒子的部分 不過這一個呢其實是一個還蠻好的idea 好,那接下來一樣會有個撲克牌 那這個是方塊3嘛 那再來呢 再打開你就可以看到主角了 那不是看到主角,會先看到一本漫畫 好,那再來才看到主角 看到主角之後你就知道你有沒有抽中 就會當你把膠膜拆開的時候 如果有抽中呢你會看到就是 這個是金色腰帶 然後身上的很多地方是劍雪板的 那如果沒有抽中呢 就沒有金色腰帶跟劍雪板的部分 那其他的部分差異不大 然後網友舉例說呢 金色腰帶容易拿個金色筆塗一塗 劍雪板呢用檳榔枝噴一噴 你也可以得到劍雪板的部分 不過檳榔枝噴可能會發霉 所以不建議這麼做 好,那第一頁 不是第一頁 第一頁 第一面你可以看到主角跟一個手 那這次的手勢就更少了 竟然只有一隻手 雖然他的手一直都有特色 都是額外在設計過的 那不過他竟然出了這麼多系列 應該有很多手了 好歹多附幾個吧 那上面都有刺青 然後就是 印刷上去的啦 或是轉印上去的 那這是刺青的部分 好,那這是他的手 那手上面就已經有關節球了 那他附了一個 手的部分 比較可惜的就是 只有附了一隻右手 好,那再來就是主角 然後再來呢 後面就是他的 武器 那武器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他總共 附了非常多把刀 那我們都把它拿出來 等一下比較好介紹 讓大家知道他附了哪一些武器 然後呢 背帶 刀背帶的部分 好,然後呢 這邊還有上面的刀 那這次其實 在拿的時候你就知道 刀都不是金屬了 以前你如果拿過 黑幫系列 其實他很多元件都用金屬 那他這次也開始 Cost down 就是 降低成本 所以這些都不是金屬的部分 就像HUTOE剛開始 很多都是金屬 很多東西都可以動 漸漸的 越多人買 漸漸的 東西越來越少 漸漸的 東西越來越偷懶 漸漸的 都用交換的 都不做機關 這就是HUTOE厲害的地方 好,那附了這些 小刀的部分 我們都把它拿出來 好,所以我就全部把它倒出來 就是他所有的配件 他也把小刀黏住了 好,都把它倒出來 那再來呢 還有一個外套 黑幫一直以來 他的外套都做得很不錯 就不管是皮衣 或是 那種棒球 外套 或是質感的部分 好,那首先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他附的這些 部分 就是 有刀子 那這個刀子呢 我就覺得質感也是一般 就是沒有 沒有上的特別好 就是 你不會覺得他有金屬感 就是刀子的部分 那不過他還是有一些關折 那這個木紋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他其實上面有 木紋其實是用畫的 而不是雕刻的 然後上面有一些 有兩個圓的 那個引氣的按鈕 他有把它上出來 這個 效果還不錯 只是他還是塑膠感 那 木紋的話 他至少應該上個消光 然後雕刻上應該要凹凸 不過這個沒有 放在旁邊 那另外 圓形的兩把刀 一樣 就是非常光滑 一樣沒有 木紋的質感 那不過 如果用核桃木 他也許會做這種光澤的感覺 所以他如果做核桃木 也是 OK的質感 那只是 還是沒有到真的很核桃木的感覺 然後刀子 還是 塑膠的 然後劍血呢 還可以 沒有到非常的 擰針 就是 非常鮮紅 那 實際上應該要帶點暗紅 好 那再來呢 另外這兩把刀 所以他身上到底長了幾把刀 好 這兩把刀反而是比較有質感的 因為他有做那個 有點像開山刀 所以他有一些 舊化跟那個腐蝕的部分 就是在黑色的部分 所以這兩把刀 這兩把刀其實是 比較像的 那這邊的木頭還是 普通啊 就是這個的部分 那 因為他沒有 沒有說明書 看一下 好 再次確認 他沒有說明書 所以呢 他有一本漫畫 那這本漫畫裡面 應該就是漫畫 他沒有說明書 我們把它打開來看 竟然全部都拆了 確定一下他是不是真的沒有說明書 因為我要知道刀到底要插哪裡 他都沒有說 不過這張圖裡面可能有示意 就是身上這邊有插小刀的部分 那這邊呢還有一些小配件 那至於兩把大刀差哪裡 我不曉得 好 那這本呢翻開了就是一個 很美式風格的黑白漫畫 美式風格到呢 連上面都寫英文 你不是大陸書的嗎 好 那這比較神奇的地方 所以美式風格的一本漫畫 然後是黑白的 然後再來呢 你寫了英文的部分 他並不是 中文的漫畫書 好 那再來看完所有配件之後呢 他還有兩小刀 有一堆這種小刀跟 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小到幾乎對不到焦 好那這是 兩把小刀 那總共有四把這種 這個木紋的有四把 然後那個蝴蝶像蝴蝶刀的那個 有兩把 好所以非常多把 有三把像蝴蝶刀有三把 非常多把小刀的部分 那這次呢 這個皮衣也是做得非常有質感 他就是有點 已經龜裂感的皮衣 那 問我這怎麼保養 我也不曉得 我唯一保養的方式就是 上皮革有 不管他是假皮或是真皮 反正 這種 皮質的東西 不管是真假皮 只要 維持一定的 潤滑 他就不會因為乾燥而裂掉 雖然這一件 看起來已經是裂掉的 那不過裂掉跟剝弱是兩回事齁 所以我覺得他也許還是需要 保養 那皮衣呢有點 就是綠色 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皮衣的質感 然後再來是背面的部分 那他的衣服做得很不錯 然後再加上 衣服其實感覺是皮衣 那摸起來還蠻薄的 薄有一個好處啦 穿上去比較合身 然後 活動上比較不受影響齁 所以他 我覺得他在這皮衣上 其實 非常用心齁 如果你的外套做太厚 雖然他 看起來是皮的感覺 可是你要動呢 其實會影響到活動的部分 那他這個 外套 是 非常用心的一個 外套 好那接下來就主角了 然後把主角 拿出來 那主角就不是劍學版了 那我們把它放到旁邊去 然後把 這次更誇張的是 手竟然是用封的 好 穿洞進去 所以 你要把這個 拿起來一定就是 全部都要拆起來 好增加我打開他的難度 好 他可能要保有那個 刺青的部分 所以他 怕刺青刮傷之類的 好 我們把它 裝回來 然後頭的部分 把它拿下來 然後脖子上面呢 也有 塑膠套 等一下把它 拿下來 可能怕那個 鐵鍊 就是他脖子上面有一個 鏈條 項鍊 他把項鍊藍色 然後去影響到 脖子的部分 那 所以他上面有做了這些部分 好那首先我們來看 那 首先我先把 重要的 脖子這個拿下來 不然他看起來反光 怎麼看都不好看喔 那拿下來的同時我們就把它 暫時先 跟 罐頭分開一下 這樣比較好介紹 好那鐵鍊 不是鐵鍊啦 項鍊是金屬的 那這是他脖子上帶了一個 有點 銅子感的一個項鍊 那 還蠻有 特色的 就是有點那種 宗教味的 一個感覺的 那種 項鍊 好那再來看頭 因為頭竟然拔下來 那這次呢 頭跟脖子是連在一起 不能說這次啦 因為之前我忘了 好那 反正重點頭跟脖子連在一起 所以你可以看到 頭的部分一樣維持他的很特別的風格 那頭髮呢 已經是 上了非常厚重的髮膠 所以他頭髮其實不太 不太會變形啦 就是他就維持這個形狀 然後呢 後面呢 就是像這樣 頭髮的部分其實沒有方 沒有縫到最後面啦 就是只有縫到 就是耳朵上方左右 那這個是一般頭髮都會這樣做啦 因為 實際上呢 六分之一的人偶 你沒辦法找到非常細的頭髮 像真人一樣 所以他如果像真人一樣的髮量呢 然後每一個地方都長 他頭髮就會變成非常的 蓬鬆 所以他通常都是 跳著長 最主要就是把 頭蓋住就好 好那這頭髮的部分喔 那我稍微 把頭髮整理一下 雖然他頭髮已經很硬了 所以他已經定好 這樣比較看得到頭雕的部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 頭雕那 我個人不太喜歡劈頭上髮 所以我覺得他也許 綁著馬尾會比較 比較帥一點 不過我現在沒有東西讓他可以 綁馬尾喔 所以呢 這個是 頭的部分 那 這個呢 就是這個 還蠻特別的一個角色喔 那為了讓他 可以綁馬尾 所以呢 我隨便找了一個 東西 把它稍微 綁住一下 馬尾 其實我覺得 不要披頭上髮比較好看喔 所以綁馬尾 有另外一種 風格的特色 然後把耳朵露出來 可以看到 整個頭 好 那這個是 這個部分 然後你也可以看到他的頭 是 中分 帶一點點旁分 沒有到完全中分 好 那再來 看完頭之後呢 我們把 項鍊 跟脖子 裝回去 那 脖子呢 如果 頭跟脖子連在一起 基本上頭就不能動 所以 他可動範圍就沒有 脖子上的可動範圍 沒有那麼好 不過這不是很大的重點 因為他本來就是一個 屬於風格性的特色角色 好 那接下來來看一下全身的一個細節的部分 好 那首先是 衣服跟 手的部分 那這邊當然是刀 插刀子 那插刀子的部分呢 基本上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身上有很多小刀 那這邊是插 這邊有三把嘛 所以這邊 一定是插這個 唯一的三把 刀子 最後把它插上去 好 至於是不是插這個方向 我不確定啦 那不過刀子這樣插 我只有一種感覺 就是 他彎腰的時候 刀子不就吃到自己身體裡面去了嗎 那他不是還沒有打人就先死掉了嗎 所以身上的血 其實都是從他身上來的 就是其實他是刺到自己的 好 題外話 你可以看到刀子這樣插嗎 那你彎腰不就 不就吃到自己了嗎 這個 有點懸 可能他穿了 那個 防彈衣之類 刀槍不入 好 那把這個散熱刀子插上去 那再來呢 他左右這兩把應該是 應該是另外這兩把吧 猜測啦 因為他的形狀 像這樣子 所以我再把這兩把也插上去 好 現在 純粹都是我自己想的 不確定他是不是插這個地方 因為 我沒有去看官圖 然後 然後 他沒有附說明書 好 這是 個人覺得比較 怪的地方 就是玩具還是應該要附說明書 不是每個人都有時間去查官圖的 他透以再怎麼樣 他也是 有附說明書 雖然他說明書也沒有做得很好 不過呢 3A做得再爛 他也有附說明書 雖然3A的說明書是 所有說明書裡面最偷懶 好 OK 那你就把刀子插上去 那再來呢 那三把小刀呢 還有 還有四把小飛刀 我不知道他哪裡 好 那再來呢 他還有兩個 站著 算了 他有兩個這個 像彎月刀的部分 那這個還蠻有質感 這邊有皮的質感 那這個是塑膠的 那這個呢 應該要 綁在那個 皮帶上 拆側啦 或是 腿上吧 因為沒有去 沒有 沒有去查那個他的圖片 那不過彎刀是他在這裡面的喔 這是百分之百可以確認的 因為 他只放得進這裡 好 OK 所以這兩把是放這裡 這是絕對 不會有什麼意外的 那至於這個呢 要怎麼穿到 皮帶裡面呢 這 我也不曉得 基本上呢 可能就是穿到這邊 掛進去而已啊 那掛在這兩側 我猜吧 就是掛在腰帶左右的兩側 那我猜 是這個部分 那不過我不確定喔 那這 掃官圖之後才知道 他正確應該要裝在 哪裡 那再來呢 就是兩把 還有兩把大刀 就是 手上拿的 所以這兩把刀呢 就純粹 拿在手上 就把它手上拿上去 好 OK 你就可以看到 這個部分喔 那再來呢 我覺得比較 不滿意的地方啦 手的可動基本上 沒有什麼問題喔 就是雙重關節 就是 你再過來我就 殺死自己的感覺 或是 現在非常流行的一個動作 只有 競選人才做得到的一個 特別的動作喔 好 那 不要再做這動作 做完就疊價了 OK 趕快調回來 好那再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衣服的部分是皮衣的質感 就是上半身 然後一直到皮褲的部分 這整個摸起來都非常 柔軟的感覺 那再來呢 我比較不喜歡的是這個部分 就是這邊雖然都有刺青啦 那這邊也有翔尾蛇 是 整個接過來了 可是 你可以仔細看他的頭 他頭其實有上漆 然後有消光 那 露出來的手臂 並沒有 那手掌又有 這是比較可惜的部分喔 就是 你可以發現手 手臂是反光的 手掌是沒有 那 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要不然你就全部都上嘛 那所以呢 但我覺得他有點 虎頭蛇尾的感覺 好這邊 手臂露出來 身體裡面我就不管了 至少手臂露出來 稍微 上一下消光 讓他跟手比較 大一點 不會就是手很明顯的反光 然後手掌又有上膝 然後還有漸層 那這是比較 個人覺得比較可惜的地方啊 就是 美中不足的地方 明明已經設計得非常好 怎麼這個一點點小細節 也是沒有去注意到的 好那再來 上臂的活動 其實黑幫所有素體都差異不大 然後腿 那這個 皮褲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這邊 其實有故意做皺起來 所以你在彎腿的時候 比較不會去把皮褲折到 就是當初設計的時候 就 有考慮到這個部分 所以在活動上 是不影響 角色的活動 不過大腿就會了啦 大腿就會拉到 所以不建議 做皮褲 皮褲一定會破掉 那不過這跟真人一樣 你穿得很緊的AB褲 你要做皮腿 基本上也不可能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 不能怪他設計不好啦 那這個是所有 真實的人 也都是這樣子的 那後面的褲子 然後跟皮帶的部分 那再來呢 後面的皮衣有很漂亮的 一個紋路 你看到有一個骷顱頭的 一個紋路 然後這個 搞不好 刀子是掛在這兩條鏈子 那這我不研究啦 刀子反正有可能是掛在 兩翼的這邊 然後那個袋子就是 穿進去板在這邊 那不過呢 我就不綁了 那這個是 腰科非常細的一個 腰帶很美系 風格的一種腰帶 那劍雪板它就是金色的 那這個要噴金色其實不難啦 因為它是同色系 噴完之後再 上一下墨線就好了 好那 再來是靴子 靴子做得很漂亮 沒有錯 你可以看到 它靴子呢 我覺得是做得非常 有質感 那不過呢 它還是感覺出來 是塑膠的感覺 這是比較可惜的 我是說 造型的部分其實做得非常漂亮 這邊還有上銀色 來模擬這個是鐵片的部分 可是它不是真的鐵片 如果這邊真的做鐵片的質感 當然會再更好一點 因為你還是可以覺得它是 上漆的部分 那靴子呢 只要做這種一體成型 腳就不動了啦 所以這是比較可惜的部分 所以不要異想著腳踝未動 所以你張開腳掌也都不能轉 而且這完全硬的 它一樣打算就是不給它轉了 它不像它透以某一些 這個膠還是軟的 你還可以動 雖然它會回彈 這個是完全硬的 是不能動 你會覺得你一轉 就把它拔斷的部分 所以這是更可惜的部分 然後腳的部分 不太能往外轉 我看看 這隻腳可以 為什麼這隻腳不行 有點卡住 OK啦 這是比較 我個人覺得比較可惜的 就是它沒有辦法動到腳碗的部分 然後 手的部分大概OK 好那這次我們就 介紹完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 唯一幾個部分 我不知道裝哪裡的 就是小李飛刀跟 兩把旁邊的彎刀的部分 不過這不是什麼大問題 大家有興趣 你可以查一下 它的官網的圖 你就可以知道 它大概要裝在什麼地方 那這個 我就不刻意去裝它了 那 皮衣的部分我就不把它裝上去 雖然它皮衣 設計蠻有質感的 可是我們大家看一下 它的刺青 其實在背面也非常做得 就是背面的刺青也做得非常的不錯 那最後呢 轉轉的讓大家來看一下 它的各個角度 那 一樣是完成度非常高的一隻角色 就是 每一隻角色其實 黑幫都一直在 突破自己的 極限 盡量讓 品質可以維持到最好 然後有自己的特色 那 在這個同時呢 希望它不要 因為價錢的關係 然後做了一些 迷思的部分 就是 本來它可能會做金屬配件的 然後它變成 為了價格的關係 它變成塑膠配件 可是這些東西它以前是會做金屬配件的 那希望它可以維持以前的部分 更 注重到 就是 質感的部分 就是金屬質感 然後再來呢 就是 手臂的部分 就是 如果你要做的話 就是全部一起做 就是 上側的部分 不要手臂沒有上側 至少 噴個消光嘛 它會看起來比較大一點 好 那 最後來看一下全身的射寫 它一樣 是 除了上面講的一些 我個人的缺點 我個人覺得缺點 不一定是真的缺點 不過 完成度是非常高的一隻角色 然後 最後希望它 下肢付個說明書吧 好 那這是各個角度 那 身上的皮背心跟皮褲都是皮的 那一樣 還有外套也是皮的 如果要保養的話 我個人覺得還是應該要上一下 就是皮革油的部分 讓你的玩偶放久了 比較不會壞掉 然後包含護碗 也是皮的 那它有做到護碗 就把那個 手肘隱藏起來了 這一點其實是做得非常好 所以幾乎呢就是 你擺完之後 你不會覺得它是可動的 所以這是 做得比較好 就是幾乎是感覺是 像雕像式的一個 可動玩偶 好 那最後一樣謝謝大家 收看這一次的大人玩具開箱 那一樣 持續關注大人玩具開箱最新商品 那有任何需要預訂的商品 也可以請大人玩具開箱 幫各位預訂 好 謝謝大家